感恩光世音菩萨 感恩卢台长 我想问一下2003年的阳 男的 想问什么 脾气很坏 他的集中力很差 思想不集中 记忆力很差 小便多 网上不好睡 对 他身上有灵性啊 是你打胎的孩子啊 我问你啊 如果你正常的生理期没有来 有过吗 很长时间不来 最后来了 就是一个 有吗 好嘞 就是一个 感恩 讲都不要讲 因为其实正常的生理期没来 已经怀孕了 胚胎已经形成了 但是最后没保住冲掉了 就是一个孩子 听得懂吗 好了 在你孩子身上 我告诉你 我就看见一个是女的女孩子 比他小了 那当然了 这样要多少张小房子 只要念小房子一百二十张 好吧 方生六百条 还有这个孩子应该是很好的 他只是灵性在身上 他经常会有一些动作就是 对 对 有没有啦 有 有 你知道为什么吗 鬼在他身上啊 小鬼啊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 你就知道凶 我从来不知道 你就知道凶 你很凶你听不懂啊 天天凶好了 不要凶啊 凶的没好处的 没妈妈 小弟弟啊 台长爷爷讲你妈妈了 你开心了吗 说不开心 开心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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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长就来说不开心 他说不开心 说明你已经在那心目当中 已经很讨厌了 你听得懂吗 小弟啊 好好做功课 听台长爷爷的话 念心经 你会思想集中的 在班级里会成为个好孩子 好不好啊 好 你听台长爷爷话 念经可以吗 可以 很多小孩子一念经 功课好得不得了 一想到就能做出来 你一定要听妈妈的话 在家里做好孩子 好不好啊 好 嗯 好了 没问题的 让他小房子念 念了之后 身上雷星去掉 很快就是没事了 好吧